哈囉大家好,我是莉安 我是Mindy 今天有個非常令人期待的行程 是我個人期待很久,也準備很久的 就是我們今天要去俠海城皇庙拜月牢 雖然現在已經2019年了 可是真正的農曆新年還沒有到來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在新的一年成功脫單 今天就必須跟我們走這個行程 那因為我們也不是第一次去拜月牢了 有很多人跟我們分享說拜月牢有些小禁忌 因為其實俠海城皇庙是有SOP可以照著走的 但是如果你也有照著走SOP 可是有些小禁忌你做的話呢 有種毀掉一切的感覺 所以今天就跟我們一起去 然後我們會跟大家分享其中的一些小禁忌 哪些是不能做的 那因為俠海城皇庙是365天全年無休 所以如果大家周末不知道去哪兒 沒事做或者是農曆假期很無聊的時候 就可以去城皇庙走走拜個月牢 那因為我們今天要出門 那出門就一定要擦防曬 不管夏天還是冬天防曬都不可以偷懶 那我們今天要使用的是 ZA他們家的美白防曬霜EX 這個東西我真的是愛用了10年了 然後它本身就已經熱銷了14年 就從我以前學生時代就開始用 然後現在年輕妹妹也在用它 就是姊姊們唯一跟美美們的共同話題就是它 沒錯 就是我就已經用到它出了新一代唷 就它現在天價全新的配方 高保濕玻尿酸 那因為其實這一款呢 它的防曬係數是SPF26 PA兩個加 所以也非常適合最近的天氣使用 那我覺得這一款會那麼熱門 就是因為它算是一款多效合一的產品 就你用它一款 你就可以同時達到防曬隔離美白保濕 然後擦完又有提亮肌膚的效果 好那這一款其實有兩種用法 那第一種呢就是我們最常使用的 就是把它當成妝鹼的防曬 先上它之後呢再上粉底液 那我們今天會示範的是上粉餅 另外一種也是我很常用的 就是譬如說我去家裡附近 去Seven買個東西 我沒有要上妝 那我就會單擦它 它就有提亮膚色的效果 就看起來氣色很好 不會覺得哇 人家想說一早出來 就覺得臉氣色很差很恐怖 那我們現在呢就直接上來給大家看 好因為其實之前 我姐以前很愛這個產品的時候 我就有使用過 因為我一直以來 肌膚都比較是健康膚色的 所以我就健康膚色擦起來 就有泛白的問題 可是現在這個升級版完全不會 所以現在是任何肌膚的女生 都非常適合使用 然後使用完就有一種提亮的感覺 你們看我現在擦完這邊 就有一種提亮感 那因為我是油肌嘛 所以我覺得其實油肌用起來呢 也不會覺得很油膩 還蠻清爽的 好你看像我現在素顏使用 上上去就有提亮效果 可是又不是一種泛白的感覺 然後其實我覺得它用量 也可以用到蠻多的 因為其實防塵的用量不足 後來會達不到效果 但是因為它用量很多 也不會跟底妝打架 所以我覺得很喜歡 它在妝前使用 然後它新的衣孔 我覺得它延展度相對舊款來說 又更提升了 就是延展度很好很貼膚 然後它裡面因為有添加玻尿酸嘛 所以上完妝其實我覺得保濕程度也很好 好那其實我當初十年前會開始使用它 就是因為那時候小安有推薦 就是maybe你沒有聽過小安 就是那時候我們那個年代 大家就會follow她買任何東西 就是她推薦之後 我就覺得 世界上最有這麼好的防曬霜 我就一樣就用了十年 其實上完一層 我覺得如果講你現在臉上 沒有太大的肌膚問題 譬如說沒有什麼痘痘啊 其實我覺得可以直接出門 我現在就是出門 然後覺得我算是 so pretty 腰 我覺得你要揪個眼睛 I'm like so pretty 那我們現在呢就繼續完成我們的妝容 我們會先使用遮瑕膏 因為我們黑眼圈都有點深 然後我最近呢 有長了幾顆痘痘 我想要先遮住 再開始使用粉餅 好那我現在已經遮瑕完我的黑眼圈了 我就要來上底妝 然後也是用ZA他們家的粉餅 但我用刷子上 因為我覺得這樣上起來就更輕薄 好那我今天會示範使用的是 它裡面附的粉撲 那我覺得他們家的粉撲很特別 它是做成涼面的 就一面是海綿 然後另外一面是有絨毛感 就你好像可以先用海綿這一邊上妝 然後再用絨毛感這邊 就是把多餘的粉弄掉 或者是你想要讓妝感更輕薄 就像用刷子的感覺 就可以直接用絨毛這一面 如果你們大家想要讓你的底妝的遮瑕度高 就可以用海綿上 其實這盤粉餅 我覺得它粉質也非常的細 就也是上臺有一種微素顏的效果 其實我說實話我大學的時候真的很常用 就是這一款防曬霜加粉餅 就是很懶啊 就是很快 然後最簡單 然後因為以前年輕的時候 就是皮膚狀況又蠻好的 就是你知道年輕拍拍蓬佩了 也不用過多的遮瑕 現在真的只有一種大學SOP的感覺 就是一個微素顏 然後加一個腮紅看氣色就會很好 腮紅我是用他們家的 用的是01號 好那我就來用腮紅跟Mindy用一樣的顏色 其實這個顏色是因為它裡面有帶一點點很細緻的珠光 所以上起來反而看起來很薄透 欸對 我今天看起來好年輕喔 這個光澤還蠻美的 很自然 好那我們現在就是畫完 等一下再把什麼睫毛膏什麼補完之後 我們就準備要出門囉 GO 我們今天最重要的任務就是要更新我們的紅線 然後剛剛這位女子她完全忘了紅線這件事情 找到了沒 不能搭配那麼中國式的舞風啊 我們剛才已經吃完午餐 然後到了月老廟附近了 可以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必須要在家裡就準備好 我們也已經準備好了 就是你理想型清單 其實我上次來的時候呢 我大概只列了10項 那我這次大概列了快30項 我就簡單分享 這個人呢一定要對生活有熱情 然後願意嘗試一些新的事物 然後要非常樂觀 因為我很討厭 揮之散發一些負能量的人 那我希望她呢謙虛 但又很有自信 然後我覺得我跟她相處在一起要非常的自在 然後要尊重女性 那我希望她跟我朋友相處 還有爸媽都可以落落大方 那一定要有家庭觀 那我覺得有些女生可能不知道 這麼詳細自己想要什麼的話 那你可以想一想 你自己哪一些條件你一定不能接受 譬如說 我就不能接受 就一定不能抽菸 然後不能油腔滑掉 然後不能很小氣 這時候是我先列出來 所以我又把我list給我妹看 所以她剛剛有講的一些 就是應該從我裡面擷取出來的 其實就是尊重女性的 我有寫 但我還有寫就是支持LGBTQIA 就是你要接受 所有一切跟你不一樣的人 然後要跟我一樣喜歡狗 然後我希望可以跟她一樣 像朋友一樣相處 然後為人不油條 就是我覺得 有的男生女生真的不會喜歡 嗯 然後不是媽寶或爸寶 但是你要孝順 然後要喜歡小動物 喜歡小孩 然後重點是要喜歡我 然後 對這很重要 因為我的其他都是一些小細節 但就是要有上進心 然後我是希望說 我們兩個人之間互相在一起 會讓彼此成為更好的人 嗯 因為有時候兩個人在一起 就是互相拖垮的意思 因為之前我有朋友來拜月老 他就說 那他要跟月老說不能太胖 可是我朋友就說 你不能這麼籠統的 你要講清楚 譬如說是精壯 或者是你可以接受的程度 又月老不知道 所以一定要寫得非常的詳細 對 好 反正我最重要的就是 要讓我有崇拜的地方 反正我覺得就是真的是 不一定是你要來拜月老 才要列這個東西 但是你拜月老的話 你就一定要列 不然的話你就是隨機跟人家說 月老我要一個男人 他想說 誰 好 那我們現在就拜完了 我們現在要來分享 到底有哪一些禁禁是不能做的 好 那首先呢 紅線你只能有一條 因為你希望你的音源線 正常來說只要有一條 所以你不要重複去求紅線 那如果你已經有紅線 你要去別的月老廟的話 你就拿紅線去過香辱就好了 其實我們每次建議大家就是去同一家 你就去同一家 你在哪裡求人回去拜的話 就去同一家就比較方便 然後紅線要隨身攜帶在身上 就是你就放在你的包包裡面 可是你的皮夾要是你最常用的 像我之前就是放在家裡的皮夾 我也是 可見就是沒有用 然後再來就是你去拜拜的時候 就是大家可能人很多 那可能香會會掉在對方身上 然後那正常來說就是一個 不自覺就是想把它拍掉 可是你不能去拍 就是香會在身上不能拍掉 要全部拜完才可以 對 然後那那個香呢 就是如果你在點著的時候 如果它感覺就是沒有著沒有著 你在家裡你可能就會想說吹一下 就會點著了 對 也不能吹你就想辦法讓它燒起來就對了 因為你吹就把你音源吹走 對 那講到這個吹呢 就是我們最後面要喝一杯茶 那茶通常都是超級燙 像我們剛剛拿到的是全新出爐的 就是無敵燙 就是你不能吹 因為我看到所有現場的人 大概十個九個都在那邊狂吹 那你就把那個都 就是音源吹走 所以千萬不要 有很多小禁忌 然後你拿糖果 它就是一整爛 然後就是正常的人 就是你會挑你想吃的嘛 但就是你不能挑 就走過去拿了就好了 不要看說你要難贏 所以如果呢 你們還沒有拜過 月來還沒抽過紅線 反正你就來的時候 你就先去旁邊的櫃台 就是說你還沒有紅線 它就會給你一組是有 金質跟紅線還有一些糖果的 你就直接拿去拜 然後像我們就直接帶了我們自己的 紅線來 就更新過香的 還有自己的所有的佛道 你不能只拜月老 這樣對其他的佛族非常不尊敬 所以我們今天就成功完成了我們 2019年更新我們紅線的任務 然後就希望接下來一年有好消息 可以跟大家要等 因為我剛剛在那邊就是要念我的那個 因為我日子其實非常長 我剛剛只是簡單分享 我就是寫其實我寫得非常詳細 但我就是認真的把它唸完了 我就是完全心無旁駛的 就是我也沒有在看紅線在幹嘛 我是心無旁駛的把 我想要的條件跟月老先生說清楚 然後就拜託他去幫我寫你 好那希望大家呢 如果想要今年拖單的話 也可以去拜 如果大家拜完有成功拖單 請留言跟我們說好嗎 給大家更多的信心 好雖然今天是冬天 但今天真的是非常熱 太陽非常的大 所以大家出門一定要記得 插防曬好嗎 然後推薦自己的他們家的美白防曬 刷EX 就可以有種青春的氣息 那你漂漂亮亮的出門 美美麗的回家OK 其實這一支我覺得CP值真的非常高 也非常適合學生跟小司主使用 而且今天天氣真的超好 我覺得月老我也在幫我們 我覺得今年會成功 那喜歡這支影片 記得幫我們這支影片按讚 然後不要忘記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把小鈴鐺打開 才能收到我們影片最新的通知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 掰掰